虽然乔治不来了,但胡仁的三巨头计划,仍有望达成据此前的报道,胡仁本打算在今夏组出詹姆斯加罗纳德加乔治的三巨头,不过今日传来消息,乔治已宣布留在雷霆,据Y报道,乔治将会和雷霆签下资年1.37亿美元的合同,第四年为球员选项,如此一来,胡仁原来的三巨头计划就告吹了, 不过胡仁仍有希望组建出另一个三巨头阵容,这个三巨头阵容都有谁呢?他们就是詹姆斯加罗纳德加考辛斯,据最新的报道,即便乔治不来,詹姆斯加盟胡仁的可能性仍不小,不过前提条件是胡仁管理层必须得补强阵容, 伦纳德仍是首要补强目标,所以胡仁为了能成功签下詹姆斯,他们很可能加大筹码,从马次换来伦纳德,除了伦纳德外,胡仁还准备签下另一个巨星, 据NBA记者Mark J. Spires报道,胡仁已经联系了考辛斯团队,考辛斯方面也同意和胡仁会面,如果胡仁给出的合同足够有诚意的话,获得考辛斯的可能性还是很大的, 也就是说,即便没能拿下乔治,胡仁在今下还是很有希望组建出詹姆斯加伦纳德加考辛斯的三巨头组合的,如果考辛斯和伦纳德能恢复应有的状态,这个组合的竞争力还是非常强的。